人眼里他是京城豪门私生子 从小就被抛弃到国外 多年来给人的印象就是 唯唯诺诺 身体柔弱 实则他是武力之报表的国外雇佣兵 出国多年后 如今回归 整个金圈都炸了 哎 你们听说了没 少家太子爷的白月光回来了 卧槽 谁啊 还能是谁 沈家那位呗 沈二 小妈养的 人家现在回来了 宴会厅里 身穿白涕牛仔裤的少年 毫无存在感地坐在柱子后的沙发上 秀丽清冷的面容 和整个宴会格格不入 今天是京城沈老爷的寿宴 各路顶级豪门集聚一堂 而他是沈家的私生子 十一年前被送出国 如今莫名其妙被接回来 听着不远处在八卦关于他的身世 沈青言眸光淡然 没有一丝情绪 拿出手机在系统里输入 白月光三个字 白月光 主要指 渴望不可及的人或者物 一直在自己心里 却无法留住的人 看着词条上的解释 沈青言轻轻皱眉 刚才那些人说起自己从七岁 就是邵玉生的白月光 邵玉生这个人年幼时认识 但过去的事情太久远 他也不是记得太清楚 再说 白月光跟他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逝者过来说 沈老爷让过去 热闹非凡的宴会厅 在沈青言刚一进门那刻 场面顿时安静下来 面对把诸寿词玩出花的富家子弟 沈青言只是轻轻说了句 爷爷 生日快乐 回过神来的沈老爷连声说好 并让沈青言过来坐自己旁边 就在一声不吭的沈青言 即将走到老爷子身旁时 突然感觉触碰到了什么东西 扭头就看到一个样貌 极为年轻的男人 欧美面孔 很有特色 正用脚勾住自己的小腿 男人靠在角落的椅子上 半名半位 嘴角甚至扬起一抹玩味 沈小二回来了呀 沈青言眉头紧锁思锁半天 都没想起眼前这个男人是谁 沈老爷已经给身旁的人 介绍起沈青言了 这青言啊 刚通过经大合物理研究生的 特殊人才引进 以后就在京城常住了 青言不爱说话 以后你们可不能欺负他 那些曾经以欺负他为乐的 金圈太子 纷纷表示都是自家兄弟 怎么可能欺负沈青言 说起来 这事也尴尬 他们都是正经出身的贵公子 打心底就厌恶这种私生子 所以年少时大家可拙尽地 欺负沈青言 现在不一样了 人家改头换面回来 当然要给沈老爷面子 坐一旁的沈青言 顺着众人的眼光看过去 少大公子 少玉深 突然自己的手机响了一声 沈青言给沈老爷说了声就走出去了 带他走出包厢 那些年轻的富家子弟们 才爆发出阵阵议论声 沈哥 你心心念念的沈小二溜了 你不去追啊 少玉深这才笑容懒散地站起身 追 这就去 人刚想表白多年没见的白月光 哪知就被暗倒在地警告 你要是愿意躺在下面 我可以考虑考虑 出来接电话的沈青言刚一接通 就被手机那头女人的咆哮声惊到 接着又听到女人威胁他道 你要是不进沈家 我就从天台跳下去 今后你就没有我这个妈 听到这 沈青言也只是深吸一口气 然后冷漠地说 你总是这样说 听到沈青言不在意的话 电话那头的女人更是咆哮着 诉说着一个人养她的不义 这种话沈青言从小就开始听 听多了 也就厌烦了 行了 我早就说过 我会留在京城 女人听到这话是惊喜地问道 那沈家老爷子对你怎么样 一般 什么叫一般 不等女人说完 沈青言就挂断了电话 还不带平复情绪 一道突兀的声音响起 带着那么一点牵走 沈青言抬头就看到一个男人走过来 一双桃花眼看谁都透着几分情谊 邵玉生 这个人他年幼时认识 自从出国后就没见过了 但在今天 旁人的话 还有邵玉生对他的态度 都让人感觉怪怪的 似乎有什么事是他不知道的 就见邵玉生笑着把头偏过来 呼吸间 甚至闻到少年身上清浅的香草味 然后控制不住嘴欠说 长得越来越漂亮了 叫声邵哥哥来听听 更是放肆地贴在沈青言耳旁说句话 谁能想到这样轻瘦的少年 会有这么大力道 就这么没有防备的被揣到在地 后脑勺直直砸地上 差点原地死过去 更是在邵玉生还没起身之前 一脚踩在他的胸口上 你要是愿意躺在下面 我可以考虑考虑 哪知邵玉生非但没生气 甚至有点小雀跃 这种情况能有这种反应 说明沈青言不反感男人呀 就见沈青言弯腰把他扶起 更是一下下拍打身上的鞋印 嘴上说着平地还能摔跤 邵公子怎么这么不小心 邵玉生看了一眼 往这边走的人 配合着说 是啊 还好有你服务 看着周围人一副 是懂非懂的眼神 沈青言想松手 胳膊却被男人紧紧攥住 男人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慢吞吞地说 这一下摔得有点重 不然你好人做到底 送我回去吧 其他人更是一阵负荷 正巧沈青言也想知道 邵玉生究竟想干什么 就和他一起离开 带走到一辆红色超跑前 邵玉生问会开车吗 沈青言毫不犹豫说道 沈青言也懒得理他 开口问 他们说我是你的白月光 什么意思 邵玉生怂怂肩 意思就是我看上你了呗 哪知你这么无情 刚才那一脚 我肋骨差点断了 对于这个说法 沈青言显然是不幸的 看着沈青言面无波动的神情 邵玉生叹了口气 看来你是真的不记得我了 在沈青言的注视下 他还是笑眯眯地说 沈小二 给个机会行不行 哪知沈青言毫不留情地说 洗洗睡吧 梦里什么都有 邵玉生后脸皮的硬点 不行也没关系 我看上你了 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 沈青言气笑了 那好 想找死 你就试试 任能力超强 当得了学霸 做得了兵王 可惜却有个当小三的偏执狂青娘 长相俊朗 傲娇高冷 偏偏是个豪门私生子 面对表白的人 可以冷面拒绝 对于没有原则的母亲 也只能选择性无视 对面邵玉生问这些年都在做什么 沈青言也只是淡淡地回答 雇佣兵 打仗 还有就是努力学习 考研 然后警告他 你的这些心思 不用放我身上 你们大愿的事 我不掺和 沈家的东西也没我的份 看 从一开始 沈青言就能摆正自己的位置 作为私生子 不受人待见也是应该的 如果不是他的那位母亲 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和这些人扯上关系 听到这 邵玉生也只是心里暗骂了一句 然后说 坐稳了 送你回去 不等沈青言说话 轮胎摩擦的尖锐声猛地响起 帅不过三秒 就成功被交警叔叔拦下来 就刚刚 邵玉生在马路上来了个漂亮的飘移 此刻接过罚单的邵玉生 牙都咬碎了 但还是老实坐上车 也是 平时走哪都被人追捧的人 什么时候这么丢脸过 很快来到了沈青言住的老旧小区内 邵玉生看到外面的场景 破得超出自己的想象 毫不夸张 他从来不知道 京城竟然还有这么破的地方 看着邵玉生的表情 沈青言诞声说 沈家的东西 给我没关系 我也不稀罕 说完直接打开车门下车 看着走远的沈青言 邵玉生笑了笑 还是个急了会咬人的小兔子 哪只走远的沈青言突然回过头 你眼里的兔子 还能吃人呢 邵玉生不敢相信 这么远都能听到 沈青言白了他一眼 耳朵好使 没办法 到家的沈青言 看到母亲面无表情地站在沙发旁 刚想越过去回房间 卫霞却顶着星红的眼睛猛地走过来 我怎么生出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让你趁机会回到沈家 你为什么不听话 你就偏偏不让我如意是吧 非要我死 你才甘心 听到这沈青言缓缓呼了口气 妈 为什么你非要耗在这呢 只要你点头 我可以带你走的 我不走 我一瞎想都没想地回答 就算死 我也要死在这 沈青言已经习惯了女人的这副模样 这样的话 听多了 也就麻木了 然后无奈地说 那你就在这等死吧 说完转身离开 外面剧烈地砸门声 还夹杂着女人的叫骂声 沈青言靠着门后 闭着眼睛一声不吭 想起母亲刚才争鸣的面孔 记忆中那个温柔慈爱的母亲彻底消失了 二十岁不到的年纪 滑大的才女 原有大好的前途 为了一个不把她放眼里的男人 她却什么都抛弃了 众叛清离 这样的女人 可怜是真的 可恨也是真的 手机响了下 是邵玉生的微信好友申请 沈青言犹豫了下便通过了 很快邵玉生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你到底有什么事 都说了 哥哥喜欢你 沈青言诞生说 总要有个原因吧 不说我就挂了 沈青言刚要挂电话 邵玉生赶忙开口 两年前 你是不是去过 劣之敦试登旅游 我碰到过你 不过你可能忘记了 但老子真的对你一见钟情 沈青言想了想 自己确实去过那里 但对邵玉生说的一见钟情 是一点点都不信 说完直接把电话挂断了 自己就这么坐在椅子上出神 两年前他是去过劣之敦试登 只不过执行任务时失误 导致脑部受伤 出现了一段时间的记忆错乱 那段记忆实在是模糊 如果是那时遇见邵玉生 也是自己不想提及的事情 现在恢复过来 更是不想听人提及 下一秒 屏幕又弹出一条信息 苍龙 有任务 年被沈家抛弃国外的私生子 如今回国镜像当年 曾经欺负过自己的人 敬酒赔罪道歉 众人惊呆了 毕竟之前见面 他给人的印象是 不管对什么人和事 都是冷淡的态度 可大家不知道的是 作为雇佣兵的核心人物 沈青言只有接到秘密任务时 才会两眼惊光 这次更是为了任务 接近目标 主动向所有人示弱敬酒 邵玉生看着转变 这么突然的人 突然整不会了 毕竟刚才朋友警告他 沈青言和外面那些 随便玩的男孩女孩不一样 小心沈老爷子发飙 就见沈青言摇摇晃晃地往外走 邵玉生赶紧扶住 我给你一起吧 别回头在马桶里了 沈青言微微皱眉 但也没有拒绝 走向洗手间的路上 邵玉生心疼得不行 第一次喝酒吧 又不会喝 给那一群人逞强什么 听到这的沈青言轻斥一声 闭嘴 你在叫我做事吗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进洗手间 外面等待的邵玉生 忍不住回味刚刚搀扶沈青言的触觉 就被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声打断 抬头正好看到一个满身全是血的男人 正连滚带爬地往外跑 那人明显吓得不轻 哆哆嗦嗦地说 有鬼 有鬼杀人了 说完继续往前跑去 邵玉生想也没想 赶紧跑进洗手间 沈二 沈青言 你在哪 下一秒隔间的门就被打开 沈青言脸色惨白地一问 这是怎么了 邵玉生一把拉过他低声说 出事了赶紧走 就这样看似喝醉的沈青言 被邵玉生牵着手拉出酒吧 后面的沈青言 低眉看着被紧紧攥住的手 察觉到的邵玉生也干笑了一声 看你弱不禁风的样子 骨头倒挺硬 沈青言慢悠悠地往车边走 我骨头硬这件事 你才知道啊 邵玉生挠挠头 我是说物理意义上的触感 有点怪怪的 沈青言转头看向他 你把我当女人 我很危险的 你要小心点 其实邵玉生刚刚想的是 像沈青言这样鲜瘦文弱的少年 手指应该是柔弱无骨的触感 可沈青言的手完全相反 沈青言也不想知道他的想法 直接坐到了车里 才问邵玉生刚才怎么了 毕竟邵玉生是金圈太子爷 消息非常灵通 估计他早就弄明白这件事了 所以自己才非常笃定地问他 邵玉生捏了捏鼻梁 脸上没了寻常识的玩世不恭 刚才在酒吧 有个人在大厅广众吓死了 谁也没看到凶手 事实上 包厢里七八个人 虽然喝了酒 但也没到不省人事的状态 被杀的人就被一刀封喉 瞬间倒地没了气息 至始至终 包厢里就没有外人出现 这是多少有点邪惑 沈青言低垂眼帘 缓缓地说假的吧 邵玉生什么时候开始迷信了 邵玉生却肯定地说 要么是鬼 要么是高手 万中无一的冷兵器高手 然后拍了拍沈青言的脑袋 别不信 小心小命不保 沈青言笑意微凉 低着头却不知道在想什么 老旧的小区门口路灯昏黄 邵玉生低头看着沈青言 锁骨上方一颗色泽鲜红的痣 明明是冷淡默然像冰雕的人 却又怠感地要命 就这样看着 恨不得把人按床上 好好瞧瞧这人的模样 走了 沈青言摆摆手 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去 邵玉生依旧坐车上 回想着沈青言漂亮的皮囊 突然发觉好像不对劲 在沈老爷的宴会上 他好像没有瞧见沈青言身上有痣 回去的沈青言 第一时间去洗澡 浴室里刚要脱衣服 突然发现自己锁骨上方 有微小的一个血点 为了摆脱自己杀人的嫌疑 竟拿刀子把自己脖子划破 可他哪里知道 对他用心智慧的恋人 早就已经开始怀疑自己 刚给自己身上点了痣的沈青言 一走出卫生间 就看到坐在沙发上的卫霞 就像什么都没看到似的 静止往自己房间里走 你站着 大半夜你在折腾什么 洗澡 沈青言面无表情地说道 卫霞也知道沈青言油盐不尽 然后放低了姿态轻声说 阿言 既然已经回来了 为什么不去沈家 沈青言思索片刻突兀的冷笑 是你说的如果不回来 你就从楼顶上跳下去 我能怎么办 卫霞嘴角抖了下 也只是默默说 我是为了你好 虽然我年轻时做错了事 但我现在做的所有的事 都是为了你的前程啊 然后呢 沈青言目光漠然 眼前这个女人就算在疯狂 再无可救药也是她的母亲 想到这里 沈青言给了两个选择 一 我马上出国 你怎么样给我没关系 二 我留下了你也不要体会沈家的事 卫霞看着沈青言冷漠的眼神 他知道这次说什么都没用 最终哑着嗓子说 好 你留京城 话虽这么说 他还是有那么点期待 自己的儿子这么优秀 到时候不是他求着要回去 而是沈家上门来求 再等等 只是时间问题 他的儿子 一定比所有人都过得好 这是你自己说的 沈青言只说了这么一句 便转身进了卧室 回到家的邵玉生刚洗好澡 纪云风就找上门了 看着裹着浴巾的邵玉生 忍不住往房子里张望 你该不会把沈小二带回来吧 都告诉你了 被沈老爷知道就完了 话没说完就被一脚踹到了地上 纪云风挨了一脚后 这才大摇大摆走进客厅 我是来给你说说酒吧的事 听到这的邵玉生瞬间瞇眼 查出来是谁干的了 没这是太邪门了 纪云风压低声音说道 你知道凶手是怎么杀人的吗 盗挂金钩 凶手是从通风管道进的包厢 从天花板盗挂下来一刀封喉 速度快到目击者都不确定是不是个人 可偏偏酒吧为了注重客人隐私 没有安装监控设想 邵玉生震惊了 通风管道 纪云风继续说道 通过管道的尺寸 还有凶手不留痕迹的手段 要么是女人 要么是身材瘦弱的男人 邵玉生思索扮傻 京城还有这种高手 纪云风贪了贪手 谁说不是呢 但警方也没办法 毕竟没动枪 警察只能按照一般仇杀调查 不过死者也不是好东西 是个走私惯犯 你好不容易调回来 可别出什么乱子 邵玉生淡淡的说知道了 说完正是纪云风八卦的问 你和沈二怎么回事 想当初沈家要把沈二送出国 在出国之前沈二用电棒挨个蹲远 把曾经欺负他的人打得那叫一个惨 最初提起这个人 邵玉生也是咬牙切齿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邵玉生口风变了 以前像仇人似的 当初在国外遇到他时 他可乖了 听了邵玉生的话 纪云风把手贴在邵玉生的额头上 我说申哥 当初沈青岩那一电棍带给你阴影 身有这么大 你放屁 邵玉生毫不客气地说 当年的事也不能全怪他 咱们可拙尽地欺负他 再没脾气的人 也被逼得有脾气了 纪云风可以肯定的是 邵玉生脑子出问题了 要么就是当初电棍的威力太大 以至于现在出现后遗症了 为了自己的安全 纪云风急匆匆地离开 躺着床上的邵玉生 回想起两年前 在国外遇到沈青岩的情景 那个小屁孩 怎么就忘了我呢 孟公子还没来得及 向心爱的人表白 就被人连杯带水地泼了一脸 可他根本就不生气 接着又是送卡送房子 亲妈更是神助攻 把自己的孩子往外推 哪知却换来沈青岩的一举 你谁啊 这是想包养我 邵玉生惊了 不是吧 翻脸不认人 沈青岩才不幸刚调回京城的人 会这么闲地天天来找自己 虽然京城大院里的子弟 大多不靠谱 但邵玉生是不靠谱人群中 最靠谱的人 就听邵玉生不紧不慢地说 还不是听说你要考学回国 我才紧赶慢赶地回来见你 说完这话 还把胳膊搭在沈青岩肩膀上 正好看到他锁骨上的痣 好像一滴鲜血落在了血地里 邵玉生下意识地想伸手去摸 却被沈青岩抓住了手腕 走到楼下的两人 哪里知道楼上客厅 卫侠脸上全是满意的笑容 这个女人毕生心愿 是把儿子塞进上流圈子 看到邵玉生这种 正经豪门太子爷来找 当然是高兴的 走在路上的邵玉生 看着颇旧的小区 转头对沈青岩说 我在京大旁有一套三居室 你和你妈搬过去住 另外你也快开学了吧 我带你去商场买点东西 这张卡你也拿着 一直不说话的沈青岩突然开口 你这是想包养我 邵玉生连忙把卡收起来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真的看上你了 又没追过人 所以听他说完 沈青岩恍惚了一下 然后望着车外出神 不知道为什么 邵玉生刚才的话 他好像在什么时候听过 但仔细想时 却又想不起来 邵玉生主动说 两年前咱们在欧洲的时候 我就对你说过这话 只是吧 那时你年纪小身上又受伤 你说什么 沈青岩瞳孔收缩 你以前跟我说过这话 对啊 邵玉生点点头 当时在中欧场面混乱 你应该是被榴弹锁伤 是我把你送医院的 你从小到大一个样 我当时一眼就认出你了 然后呢 沈青岩问道 然后我就把你送医院了 还照顾了你好几天 哪知你这么没良心 一声不吭就跑了 救命之恩当一身相许之道步 沈青岩感官很敏锐 他能感觉邵玉生语气不自然 他没有说谎 但一定隐瞒了什么 沈青岩刚想问 就被邵玉生打断 我还没问呢 当年那么大的事 这才过了两年 你就把老子给忘记了 不是的 沈青岩摇了摇头 我当年颅脑内有损伤 出现部分记忆错乱 我说呢 邵玉生遗憾地说道 早知道就直接说 你当时已经答应要做我的人了 听到这话沈青岩里都不想理 但心里的违和感却越来越重 宴会上见到这个人开始 就有种怪怪的感觉 与其跟魏霞在家吵 还不如陪他出来逛逛 邵玉生凑到他身旁 笑眯眯地问道 有啥喜欢的没 要是由我一起买了 没有 那你到底喜欢什么 这个问题倒是让沈青岩思索了很久 没有 我没有喜欢的 邵玉生习惯了跟沈青岩在一起 识眉话找话说 刚一开口便瞧见一道熟悉的身影 哟 狭路相逢 男孩只是轻轻抬了一下眼皮 高高在上的太子爷就果断答应他的要求 连最机密的连环杀人案项目也不避开男孩 本来一起出来逛街就是为了培养感情 现在男孩愿意陪着自己工作 开心还来不及呢 怎么会拒绝 更是贴心地告诉他 要是害怕的话告诉我 我保护你 作为雇佣兵头目的苍龙怎么会害怕呢 只是淡淡地说了句觉得这是有点新鲜 想想自己也是接到任务后 临时起义去解决目标 竟然也能被人钻了空子 邵玉生却散漫地笑着说 有什么好新鲜的 总有人不想过安生日子 沈青岩没有回话 而是把邵玉生刚才的话揣摩一遍 邵玉生这个人 虽然年少张狂但也没做什么坏事 长大后更是全国跑 极少有人知道他究竟是做什么的 很快两人到了检察处 邵玉生和检察处一通忙活后的结论 凶手不是同一个人 两起案件看似相同 其实只是模仿作案 邵玉生看资料的同事看了眼沈青岩 就见沈青岩脸色苍白 看起来像是被吓到了 赶紧把手里的资料和照片给了法医并说道 重点查第一个 人手不够的话从我内掉 说完就走到沈青岩面前 低声说还说不害怕 我没事 沈青岩摇头否认 邵玉生笑出了声 就剩一张嘴印 害怕就害怕呗 我又不会笑话你 沈青岩动了动眼珠 我想走了 看他不太舒服的样子 邵玉生扭头给见查处的人交代了下 拽着沈青岩的手腕往外走 沈青岩也没挣扎 他但凡要装 就要装得不留一丝破绽 走出大楼站在烈日下 邵玉生才感觉沈青岩身上暖和了过来 第一次见死人 沈青岩摇摇头 不是 见过很多 行吧行吧 邵玉生想起之前的话 毕竟你是雇佣兵吗 沈青岩问到刚刚那个地方 是做什么的 邵玉生真不知道怎么解释 委婉地说 就是办一些比较保密和特殊的事 比如现在 沈青岩看他不想说 觉得自己挑的时候不对 再问下去 这人就该起一心了 然后转移话题道 送我回去吧 明天开学 我要回去收拾东西 但在邵玉生看来 沈青岩分明是害怕加嘴硬 赶紧说你开学呀 我帮你拿行李 不用谢谢 沈青岩疏离地直接拒绝 邵玉生无语了 果然沈小二这个人 只有变脸是专业的 而且自己也摸清了沈青岩的性子 反正就是慢慢来 人总归就在京城了 开学这天 魏霞大清早的就是一阵叙叙叨叨 沈青岩全当是没听到 他的母亲在无形中 已经成为他最厌恶的样子 魏霞见沈青岩不说话 猛地抬高声音 沈青岩 我说话你听不见是不是 沈青岩点点头 对啊 就是不想听到你说的话 魏霞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会这么说 你以为我不行是吧 当年 你当年在京大 为了生我放弃了学业是吗 可我并不觉得你伟大 说完这些的沈青岩拉着行李箱就走 后面还是传来魏霞的气球声 可回应他的只有沈青岩决绝的背影 到了学校的沈青岩直接找到宿舍 习惯性的一言不发 默默收拾自己的东西 先到的两人愣了下 哎 小孩你走错地方了吧 看似十六七岁的沈青岩 不知道的真以为他是高中生 两人都吃惊了 半晌后开始自我介绍 沈青岩沉默片刻点了点头 你们好 性子冷淡的沈青岩给谁都容易冷场 两人看着颜值惊远 沈青岩也没隐瞒 直接说十八岁 说完看着对面两人吃惊的表情 一脸不懂的问 怎么了 有问题吗 就这一瞬间空气都凝固了 唐天亮反应迅速突然想起什么 你就是今年新进来的那个天才 得到肯定答案后 两人再次被惊到 原来天才距离自己这么近 沈青岩对旁人的目光很敏锐 抬头看向一直没说话的凡宇 觉得这人看自己的目光有点奇怪 凡宇猛的被这么看一眼 心虚的低下头 磕磕巴巴的开口 你你好 沈青岩也没把这种小事放心上 把自己的桌椅床铺擦干净 接个电话就出去了 剩下的两人这才敢喘气说话 唐天亮满脸羡慕 这天才长得像明星一样 十八岁的精大研究生 简直不让别人活了 繁衣语气里全是强装出来的淡定 学校又没公开招生渠道 谁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 两人都没明说 但都看出这位天才家境似乎并不好 衣服虽然干净 但还是肉眼看出很旧了 打扫卫生时的熟练利落 这物质条件 说好听是自强不息 说不好听就是逮竹出好损 大山里飞出金凤凰 说不是靠关系就来的 谁信呢 因为男孩的一句话 男人直接要把限量版的跑车 卖给废品站 可男孩并不领情 转身就离开 殊不知两人一路走过来 吸引了无数女生爱慕 邵玉生急忙跳出来护妻 指着沈青岩离开的背影 她只能是我的 说完这话后 看着女生们吃惊的表情 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 回到宿舍的沈青岩 只年轻还长这么好看 看着围观的众人 沈青岩不明所以 有事吗 没事让一下 回到宿舍又开始继续打扫卫生 沈青岩有轻微的洁癖 喜欢把东西打扫得干净清爽 她性格的形成 都源于童年时期对母亲的印象 有记忆以来 时常发疯的母亲 永远乱糟糟的家里 还有母亲对金钱 权势 地位的渴望表现 都让沈青岩无比厌恶 只要是母亲喜欢的 她都潜移默化地讨厌 随后打开电脑 进了一个名为动物世界的聊天室 网页最上方不起眼的一行字 灰铁三角洲 看着花里胡哨的聊天室 和聊天室的21个人 沈青岩想了又想 许久才将输入矿里的字发送出去 我摊上麻烦了 有人模仿我的手法杀人 在这敏感的京城 这件事已经引起官方注意了 随后看着电脑屏幕上 20个人七嘴八舌的回复 沈青岩沉默了 这件事太诡异了 是巧合 还是有人引她上钩 模仿她的那个人 目的可能是想引她出来 如果她不动 谁也不能把她怎么样 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 不做不错 秉着这样的心态 沈青岩心里顿时轻松了不少 另一边的邵玉生正在打电话 只见她对着电话那头吩咐 查一下沈二这几年的行踪 对方却也要调查 灰铁三角洲为由拒绝了 邵玉生虽然生气 但还是提醒对方 灰铁三角洲目前掌权的是 21个区的总教官 21个人各管各的 这么乱的组织 你们想怎么查 电话对面叹了口气 我哪知道 话说到这个份上 邵玉生也只能说 行吧行吧 大家个忙个的吧 随后那人八卦的说 我听说京城出现了连环杀人案 邵玉生说道 不一定 我觉得是不同的人所为 还在说着发现有新电话进来了 接通了新电话后 就听那边惊慌失措的说 邵对不好啊 红198又出现了一起命案 凶手不知所踪 就这样几天后 邵玉生电话再次约了沈青岩 刚好沈青岩也想知道些什么 接听电话应了几声就赴约了 还没走近 就看到邵玉生站在一个 十分普通的车子前 正给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生说话 满脑子全是凶杀案的沈青岩 对着是压根不感兴趣 带她走近 邵玉生就笑咪咪的说 猜猜刚才那女人找我说什么 我为什么要猜 沈青岩莫名其妙 但邵玉生还是笑着说道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沈青岩知道肯定不是这话 但她不感兴趣知道 随后两人坐上了车 邵玉生不禁打气道 今天真难得 咱们天天向上的好学生 也知道出来放松了 沈青岩目光闪烁 不如你难得 工作这么忙还不忘出来消遣 一提到工作 邵玉生不出所料的 开始说起最近的事 草 最近已经死了四个人了 我怀疑是模仿作案 但也只是怀疑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沈青岩很思不解的试探说 四个 还模仿作案 手法都是割喉 万一是刀子不一样呢 毕竟调查第一个人时自己就在 现在两人聊起来自然而然 也不显得有什么可疑之处 邵玉生也没多想直接说 不可能 这两个凶手的水平就不一样 这样啊 沈青岩顿了顿 那现在查得怎么样了 邵玉生扬眉说到 有点头绪了 心理学上讲 第二个杀手可能是向第一个杀手致敬 然后再经过一个红绿灯时 不忘叮嘱沈青岩 凶手的活动就在这一天 你也要小心点 沈青岩低垂眼帘说 这种是防不胜防 再说我哪有这么倒霉 邵玉生却不这么认为 还分析给沈青岩听 第一个凶手是有目的性的 敢在人多的地方动手 是确定自己有能力逃跑 第二个凶手是随机 基本都是挑深夜 多半选酒店和居民住宅 这就证明他的能力有限 之所以没被抓 只是他的反侦查能力很强 而自己之所以肯定凶手是两个人 除了伤口不同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很快两人来到了一家私人会所 刚进门就有一个身材优越的女人上前 邵公子来了呀 里面起 邵玉生下意识地退役不远离 回头想要去叫沈青岩 却见这人脸色已经黑了下来 人也转身走远 邵玉生连忙上前拉住他 你想什么呢 这是正经地方